各位網友也說收集了祝福文之後 感覺家裡的運情比以前順暢了 想再好一點要怎樣做呢 再好一點就有些多餘錢交到東華三院 有一部分就贊助食物銀行 私食 私食就提高你的財富 衣食不會缺乏 東華三院的因果反蛇回來 你就小病痛 另外一種有智慧就是你介紹人看 那個《作死不離三兄弟》 印度名叫《三塞大賴保麗湖》 一套電影《地球小星星》 好了 希望給人健康的 就將我那個中心結合的視頻 一直丟給朋友分享 但你不要黑銷的 有些好東西大家分享看 喜歡就看 這個《智慧報室》是最大的功德 你每天做 每天做 一年三百六十你做很多個 那你的功德 感應力就越來越好 還有你的心量擴大了 因為你整天都是希望你得益的 你上網扔那些電影給人最划的 還有扔我的祝福文 你可以扔那些祝福文很深 我自己自然不明白 你要怎麼讀 這樣也可以的 你不要叫人唸 叫人唸 要抗衡 我問你怎麼讀 我叫你唸 你有技巧的 有些人的業障很差 他抗衡 你教他東西的 因為中國人很奇怪 因為中國人很奇怪 他們可以不 要面子 就杯有領 他臉和面子不懂分裂 他要一些虛無的面子 但他沒有注重自己的品德 內在品德也沒有注重 要外面的讚賞和面子 謝謝 謝謝